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這兩天有一宗不是很起眼的本地新聞 反而引來了很多網民的關注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原來特區政府在昨天向立法會提交了 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按照官方的說法 這條修例目的是為了加快處理免遣犯聲請的個案 包括提高入境處審核效率 以及防止有人以拖延的手段留在香港 當局將會大幅提高僱主聘用非法入境者的罰則 以加強阻嚇作用 按照官方的說法 這條修例就是為了解決所謂酷刑聲請者的問題 事實上 目前有1萬3千多個這些人士 滯留在香港 當中有8千人 分別被入境處和上訴委員會拒絕了之後 又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的許可申請 其實就是用一些手段 拖延時間滯留在香港 你說這個是不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是網民就不是這樣想 到底網民關注點在哪裡呢 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網民關注的重點 就不在於什麼酷刑聲請者的問題 反而有兩個範疇他們特別注視 第一就是這條修例的內容 就包括了 保安局局長是可以定立規例 賦予權力 是給這個入境處處長等人 指示某些運輸工具 可以或者是不可以 運載某人 另外 第二樣的關注點是什麼 就是特區政府同時 建議修訂了另外兩條的法例 分別就是 武器條例 和火器及彈藥條例 將入境事務處的人員 納入豁免名單當中 使得入境處的人員 遲些就能夠 跟警隊 海關 和懲教署人員一樣 是可以管有槍械和武器 當然有不少網民 都表示相當擔心 我們說一下特區政府官員的解釋 為什麼要付權給入境處處長 可以就著某些運輸工具 可以或者是不可以運載個別的乘客 發出指示 這個李家超局長就說 這項建議的措施 就可以加快在各個管制站的旅客通關手續 提高入境處的執法能力 以及加強防止潛在的 酷刑聲請者來香港 他的官方說法當然是冠冕堂皇 是不是 但是 網民就不是這樣想 有部分的網民就質疑 究竟當局是否借助 加強防止潛在聲請者來香港為名 實際上就是行加強限制出境自由之實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個擔心呢 因為這一條的規例 賦予了入境處處長 可以就著 某種運輸工具 可以或者不可以運載 某些個別的乘客 那到底什麼叫做 某運輸工具呢 我翻查了入境修訂條例草案的原文 裡面就提到 運輸工具所說的就是飛機 特別指明是飛機的 這些就是網民所擔心的地方 若然入境處處長 指明了 這些航空公司是不可以運載某人的時候 那這一位某人 就等同於喪失了那個出境權利 假設那個某人是香港人的話 是不是這樣解釋呢 其實特區政府都是有責任出來澄清這些疑慮 是不是 究竟你那個入境處處長的權力會不會過大呢 有部分的網民有擔心一件事 就是入境處處長作出這些指示的時候 是可以繞過了法庭的程序 或者是不需要得到法庭的同意 因為純粹就說入境處處長等人 是可以指示某運輸工具 可或不可運載某人 如果作出這些指示的時候 某人就等同於入了黑名單 那這些就是網民關注的點 反而就跟你說那些什麼東西 酷刑聲請者那些 別人都不是擔心這些東西 那究竟特區政府可不可以出來再解釋多一點呢 是不是 另外我在網上又看到 有部分的網民就質疑了 為什麼入境處的職員遲些是可以配槍呢 因為他們就認為 本身香港警察都已經是配槍的執法部隊 現在連入境處職員都配槍 令到他們感到擔憂 他們擔憂什麼呢 究竟現在這些修例 是不是實施邊境管制 甚至乎是 軍管的先聲呢 我看到在網上有這些意見 同時我也看到 有部分的網民 他們就懷疑 現在這個措施或者是修例 究竟是不是針對那些BNO人士出境而設的呢 既然現在惹起了那麼多聯想 或者是遐想的時候 那你特區政府有必要出來解釋清楚 是不是 你就告訴別人 你是針對什麼 或者你那個修例要不要這樣 那個權力那麼大 當然 無論市民怎樣向你反映意見都好 你現在那個立法會 就肯定過硬了 你放些什麼上去 那些建制派都會過硬了 老實說就算那些民主派不總辭 由於你這個是 政府議案來的 只要simple majority 過半數就通過了 亦都是無法阻擋的 問題就是 在無法阻擋之餘 你也 說清楚一點 究竟你這個立法的原意是什麼 或者你那些權力會不會過大 你自己會不會考慮修訂一下 那麼當然到最後 如果是整條的條例草案 原封不動這樣擺上去立法會那裏表決 市民都只能夠是 憋一聲地接受 但是 老實說你那個 賦予給處長一個權力 指示某運輸工具 可或不可運載某乘客 或者該運輸工具的某乘組人員 這件事就是令人擔憂 我都覺得看完網民的 討論之後 都是值得擔憂的 因為你那個乘客其實在說什麼 就是在說 游 或者將要游 某運輸工具運載 而不屬於乘組人員的人 乘組人員就是那些機組人員 即是說那些將要游 飛機運載的人 就是為之乘客 你沒有說明非香港居民 如果你說明 你專門是說非香港居民的 那就簡單很多 市民的擔憂 網民的擔憂 都沒得掃而空 因為你專門就是 針對那些 潛在的 酷刑聲請者 照計你香港居民 可以自由入境香港 那不用做酷刑聲請 所以這件事 特區政府可以做得好一點 搞到現在 網上那些討論很熱烈 就是講這一條條例 只是講這一條 人家就擔心出境的自由 受到限制 可能在特區政府的眼中 這些網民都是沒有東西找來講的 但是 其實特區政府也要理解 為什麼有部分網民 他們會有這些聯想 或者叫做想法 就是源於對特區政府失去了信任 就是源於那個不安的感覺 如果特區政府 你說不是針對香港人的 這條條法例 那你就出來澄清 你就出來解釋 很簡單 如果又不解釋 你就製造了這些懸疑感 人家在網上這樣說 就沒辦法 對不對 另外 有不少的網民 又在網上作出了一些見證 就說他們 去這個 搭飛機出境的時候 就說在這個機場 閘口的樹 就看到 有不少的 辯莊人員 就在這裏 在這裏 打量的乘客 不少人 在Facebook那裏 這樣說 作出這些見證 當然這些就是造就了那些 網民的疑慮 那你特區政府又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你那些人在做什麼行動呢 是不是要檢視一下 有沒有人轉機的乘客 是用假證件 其實往常都有這些操作 就說清楚 是不是 但是現在你為什麼沒有什麼轉機 班次的時候你都還安排那麼多人呢 你就說清楚 當然就算特區政府走出來解釋 那些市民都未必相信 那些市民都有權不相信 但是就好過你特區政府自己的本分都不做 是不是 你就不斷地解釋一下 不斷地你都不做 有什麼好說呢 當然我看到有部分的網民 就成為了京工資料 比如說這個英航停飛 別人其實在那個網上 就出了聲明解釋得很清楚 純粹就是說 從英國入境香港 就是停了 其實香港出發到倫敦的班次就照常 所以大家就不要自己嚇自己 另外我在網上看到 今天有很多人流傳的一個消息 就說入境處的服務是調整的 目前旅遊證件的服務 就只供緊急申請 從10號就生效 其實在今年那個武廢期間 都試過不少次 不是第一次的東西 當然大家有個危機感是好事 但是就不是說 以後都不能申請 這件事 他遲了疫情緩和 他就是會到那麽上下 就會恢復 其實這件事不是第一次出現的 當然這個就講的是 關於特區護照的申請服務 所以大家就不要 自己嚇自己 亂了個陣腳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